大家好 很多花油都反映过养发财树的问题 比如说发财树容易烂根 比较容易出现土长 这些枝条长得高高瘦瘦的 看起来不好看 因为多数花油养发财树都是放到室内养护的 所以就容易导致水分不容易蒸发 浇水过后容易出现闷根烂根 然后光线不足容易出现土长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改用一些更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给它使用一些这种发财树专用型的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很有效的控制发财树出现土长 同时又可以让发财树的根系不容易出现腐烂 因为它是经过专业的调配 我们使用之后完全不担心土养出现积水 也不担心出现肥害烂根 因为它是一种微生物植物型的有机养液 也是属于一种有机肥 我们直接对水按照1比1千的比例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 每次浇水的时候都可以给它用上按照1比1千的比例 当然了我们除了给它浇灌根部 也可以用这种水壶来喷洒整颗植株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营养来给它吸收 让它长势更旺盛 又可以避免出现土长 那么我们用这种发财树专用型的有机养液的话 就减轻了平时我们不懂给它施肥 或者把握不好给它施肥 担心烂根的问题 好了 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养物发财树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